今天陽光充沛,能見到非常好 11度高壓席影響 華南和南中國海 雖然大範圍的晴空區 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 下午高溫1度升上33度以上 今天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溫有32.7度 11點鐘氣溫有29度 相對濕度82度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 焦備天氣先生 預測明天大致天靜和酷熱 早上局部地區會有驟雨 市區最高氣溫有33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預測明天最高指外線指數是12 強度屬於極高 看看預測雨量圖 驟雨在針灰期間又再出現 星期日雨區覆規範圍更加大 預測針灰期間也會下驟雨 又跟大家說說颱風小節式 為何普遍影響香港的颱風 好像上個星期的熱帶風暴溫比亞 通常都是由東南面吹過來 一起看看這幅7月1日的天氣圖 這個高壓區就由太平洋 一直伸延到香港 就是夏天常見的負熱帶高壓 是相對大範圍的高氣壓系統 熱帶氣旋好像溫比亞 轉入南中國海 往往就受到負熱帶高壓的支配 令他們會順時深圍繞 負熱帶高壓的周邊移渡 並且登陸華南沿岸 就是典型的熱帶氣旋移動路徑 經常為沿途的地區帶來風雨 還有關心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氣 澳門廣州天程 校門多雲,高雄有雨 台北有鮮雨 上海有雷暴,北京天程 沈陽都好陽光,首爾有雨 日本方面大阪有雨,東京多雲 東南亞城市,巴里島趙雨 雅吉達有雨 新加坡吉隆坡趙雨 曼谷有雷暴 胡志明市有雨,馬尼拉也是下雨 曼馬有雨,卡拉奇多雲 新德里雷暴 去到南半球,墨爾本 布里斯班趙雨,色尼天程 衛林頓好好陽光,澳克蘭明朗 去到美洲,紐約天程 多倫多多雲,枝一江明朗 新加坡妙,混國華為天程 三藩市,洛杉磯在多雲 看亞洲,阿姆斯特丹明朗 倫敦天程,巴黎法拉福多雲 蘇黎世天程 今晚說到此,文安